世界大學堂 主持零語一 葉詠詩 Jeffrey 我們今集的星級嘉賓 都是你的同業 可否這樣說 都是呀 其實是我私底來的 不過在講今天的嘉賓之前 我都要爆一下資料 你每次都有資料 真好 不然人們會覺得你不夠新意 但其實這個真的不說你不知道 Odry 你猜我最喜歡什麼科 嘩 很難猜的 你現在讀了這麼多個學位 但我猜你都是財子型的 都是文科比較多的 其實雖然我現在在大學教雙科 但其實我很早期我是中英文一起教 而我中學的時候最喜歡的科目 最好成績其實是中文 其實我爸爸也是中大中文系畢業 他是高才生 世家世家 所以今天我們的嘉賓和這一科都很有關係 對 今天我們請來 我上網這樣看 九十後的共同回憶 雖然九十後現在還在讀書 為什麼呢? 因為九十後沒有人不認識他 就是全香港最厲害的補習天皇 林日欣 你好 Hello 大家好 Hello 多謝你今天 說到是共同回憶那麼重要 我希望是零零後的共同回憶 零零後 我希望是 我希望是 你的行程很厲害 你看到嗎? 那就是說 有很多人也是你的學生 沒錯 沒錯 我們也要說一下 其實YY 你上當日 其實都好像我們香港故事 我看看你的資料 可能都是很刻苦 然後考上大學 後來就選修中文 其實可不可以分享一下這段小小的回憶 為什麼你會喜歡選中文呢? 而事實上是很厲害的 在高考的時候 中國語文及文化科 就是我最喜歡的科 中國文學 那我就沒有讀了 中國歷史 都全部都A了 好厲害 其實這件事 有一點關於我不擅長的科目 我想我跟學生常常都說 例如我數學理科 真的很不擅長 我可能中三開始 數學已經是一落千丈 很不可以 很不可以的時候 我真的以前選擇文科或理科 其實今時今日 DSE他們可以選擇不同的科目 即是你興趣 你可以加中士 但以前真的很明顯 文科就文科 理科就理科 所以這個制度下 我覺得都是某程度 對於我整個發展是有幫助的 我只讀文科 也順利成章 因為我數學差 我不想碰Physics Champ 所以後來就讀中文 讀中文 又會讀文學 又會讀中士 其實那個選擇不多 因為地理 我也是讀地理 西史 Econ 我也有讀 會考我們以前 讀得多科 所以基本上文科 就涉獲了 最後還要在裡面 選擇一些興趣的時候 我覺得 可能文史哲 真的挺合適的 本身是很合適的 因為剛才你說到 你喜歡中化 其實中化就是哲學 文學又在 中史又在 文史哲就齊了 所以一科有興趣 第二科又考得相當 相對上會好很多 我覺得整件事 所以整件事就好一點 其實多面看少少 你平日看報紙 你就會說 YY就是補習天皇教中文 但不說你不知道 其實她也是學者 她一邊讀書的時候 其實寫了很多我們的 journal 其實我想她寫 journal 比我還多 不會吧 對 因為我比較教練習的東西 第二角度 她甚至創辦了一個 叫做藝文青的雜誌 即是藝術文化青年 她有這樣的支持 我們應該知道 不如我們再說回大學 選了上去中大之後 其實很神秘 明天說 讀中文是否很悶 那讀甚麼呢 是否看到文言文 就已經很害怕 我想首先要打破一個浪漫的想像 讀中文絕對不是想創作 因為很多人喜歡中文 就是喜歡寫東西 不奇怪 你看過書 想做作家 夢想 其實很多人都想像大學讀中文系 就是拿著筆 去到哪裏 寫到哪裏 其實不是這樣的 她真的讀一些比較失用性的東西 即是我們想像到 她有寫作 但她只佔一兩門課 中大就是很明顯的訓練 我們現在有一個課程 叫做寫作訓練 就是真的訓練寫作 但其他課程 都是悶的事 聽完大家可能是黑暗訓的 即是語法訓練 說句子裡面有什麼關係 有什麼編證 廢故 即是一些句式的結構 有些是剛才說的文字學 秦超的時候這個字是怎樣的 有些是聲韻 以前這個音是怎樣讀的 這些真的坦白說 很多人都很抗拒 我也很抗拒 我也曾經在這些課程中獲得過CMI 真的不隱瞞 真的很差的成績 所以她真的有些課是你未必喜歡 而是一定要你讀的強制課程 但到了二年級 你就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課程 所謂喜歡的專業課程 其實是分四個 要是文言文 要是古典的詩詞文學 要是現代的文學 有些人喜歡現代文學 就是讀中西方現代的作家 要是聲韻語法 我剛才說比較悶的 四個範疇 條件很簡單 你要畢業 每個範疇最少讀一個 但其他可以全部讀中二 這樣也可以 這就是二年級上學期 即是你走一半大學的旅程 就會有些自由度 那你當年是怎樣選擇的呢 情歸何處 情歸何處 首先我早就把聲韻語法排除了 因為我真的考得不太好 我CMI有一個科西EO2的上誓 我考得很差 所以很快就離開了 但另外那三個我也有點興趣 我又不想好像正常人都會專攻一個 因為很簡單 你專攻一個 那你一定是讀其他類似的 全部都是同一個範疇 你的分數成績一定是相對上高分一點 協同考驗 對 大家捕來捕去都一樣 一定會好一點 譬如你讀完老順 你讀張愛玲 你再讀什麼全部都讀現代 一定是高分一點 但我又真的對現代有興趣 因為我喜歡寫東西 但同一時間我又對文言文 那時有些professor搞得很好 很有興趣 學到很多東西 所以我最後兩面都有讀 但我寫論文 只可以選一個範疇 那我就掙扎了很久 都選了文言文 沒錯 那這裏又要講你的故事 其實你那時候 一選適合的課 就是Blake Butler First Honor畢業 一級永遇 很厲害 然後讀碩士又讀得很好 然後老師就拔他 威威 不如你來博士 但當然 那時候就有一個人生交叉點 那讀不讀博呢 或者是否之後才讀呢 是怎樣的呢 這個也是人生幾大的選擇 有必要說 因為我當時Enfield 我們有兩年的研究院 我寫完研究院的論文 交了 其實那時候也要考慮 就是你讀不讀博士 因為如果讀博士 就要考慮一些題目 其實連題目都應有初稿 我就是交了一個計劃書 上去就會面試 我相信在香港讀博士 就不太難的 但是讀中文 又很少說去外國讀一個博士 或者是的話 都要準備很久 要找到相熟的外地 professor 去指導你才行 剛好那時候 我現在任職的地方 剛剛的中文科老師 其實就是不幸過身 都是年輕有為的 但是 我們這一行 因為比較辛苦 他也是日以繼夜的做事 然後病了 頂眼上 後來身體有點不適 結果後來就很不幸地過身 當時又想找人 找老師去接替 同一時間 我又開始得到一些大學政策的改變 當時中大都很肯定 如果是本地的學位 其實就是不容許你回到本地 有一個容易找到教職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香港大學面對世界化的改革 是一個重要的政策措施 其實內部都開始收到這個消息 我們都會很驚訝 因為其他科學 其他部門當然是合理 中文 你想我在哪裡讀呢 的確有很多學者 我們開始在外地聘請回來 無論是哈佛的 或者是帕克萊 我們看到很多外國讀東亞研究 PhD真的是在外國完成學位 回來的時候 容易找到教職的 所以我很擔心 如果在本地讀完 我會不會找不到工作 因為我又不想讀完科學 結果又回到中學上教書 因為始終你浪費了三四年的時間 會變相 我也想在大學上教 大專門教 這是當時的想法 所以在取捨下面 我覺得不如出來試一試 不行 也可以隨時帶門 你可以考試 你可以interview 只要你有實力 也可以考進去 我當時的心態就是這樣 可能他將來有一個節目 中文除耳門 也是 幫我做這個宣傳 多謝Jeffrey Juna回來再問YY 做了這麼艱難的抉擇 之後 腦袋又如何走 對 去 不然 無鳴 繼續 也打不通 做什麼 經理 好 或者任何語文 世界大學堂主持 凌宇一 葉詠詩 Jeffrey 你每次在節目上都會有些金句 用一些非常漂亮的中文說出來 所以我也知道中文科對你來說 是你特別喜歡的 亦很有興趣 我給你一個遺憾 我讀中一的時候 班主任教中文 她說我的程度挺好 可以符合會考取A的程度 但遺憾中五的時候 只有那個程度 到現在 都差不多是那個程度 因為沒有浸淫過 其實中文真的要慢慢浸淫日講 才會做得厲害 或者任何語文都是 一定要浸 一定要用 粗得多才行 我們問回我們的升級嘉賓就是YY 剛才說 當時去到人生交叉點 究竟可否繼續在本地讀博士呢 之後的出路似乎好像有點不太確定 於是就 剛好有人向你招手 就真的進行當補習老師了 但是在此之前 有沒有任何教學的經驗呢 也有的 我們進到大學的時候 很多時候都有師寶 甚至我大學一年級的時候已經很瘋狂 因為我覺得自己高考考得不錯 不如就去中學免費幫他們講一些講座 我跟朋友很瘋狂的 自己寫了信 Fax by 全香港的中學 就說 我們會免費 但我們想增加我們的教學經驗 我們又想分享一下 始終不知道將來做什麼 但我覺得練好口是很重要的 你口才好 講到有感染力 我會覺得是一個很重要的人生的武器 所以我就說 沒關係 我們膽粗粗 所以我大一大二的時候 已經是去到一些中學 真的幫他們做一些分享 跟中學中七講講A等級的學校 會有這些經驗 所以也教過班 也去不同地方教學期班 當然也要累積一些 因為我們始終很多人都會做教席 找教席 正常的 讀中文是正常的 Oggi 你知道 我前半生都是做補習的 但我們以前的年代是很有趣的 真的十級以上 你要排隊 慢慢浸淫 但YY 真是我們界別的奇葩 為什麼呢 因為第一年的人數已經 第二年再 其實第三年已經去到神級 可不可以講一下這段經歷 又不知怎樣比較 坦白說 我一直都覺得 無論我讀書的時候到現在都是 做一件事 你拼盡老命去做 不然我情願不要選擇那件事 如果當時我選擇讀博 當然不用想 我就專心讀博 等於我當時考MVIL的時候 一年左右我就寫完碩士論文 我就交給老師 我說我寫完了 我想試試投 journal 想投一些學報 如果明天我讀博 有學報就厲害很多 或者機會大很多 所以我經常覺得做一件事 時間我是很害怕浪費的 我小時候的性格就是這樣 所以我住大學宿舍的時候 住在走廊獨獨 每次出去洗衣 加煮東西 再加拿東西 我一定要同一時間想辦法 不會多走兩轉 不是我懶 是我覺得時間不應該殺在高校 我時間不要殺在這些地方 所以我是一個這樣的人 譬如我去所有活動 上課也好 我都從來沒遲過到 因為我覺得對我來說 這個是價值 但對學生來說更加寶貴 你浪費了你的時間 但你已經有很多人在等你 所以我想抱著這個心態 在我出來教育第二年 亦都天時地利人和 亦都學校的配合 自己的努力 同事團隊的合作 剛好就是有些成績 其實我很感恩 為什麼呢 因為YY其實徹底改變了 我們不單只是學界 是整個香港對中文的看法 以前可能有很多家長都說 哎呀你不要讀文科了 我相信你也聽不少了 但是YY其實是開了一條新路給你 甚至令很多他日後的中文是師弟 都現在加盟了他的團隊 那我也想問多一件事 其實中文在新的DSE制度下 是很慘的 被人安了一個名字給他 叫做死亡之卷 甚至很多哥哥姐姐 是因為中文就肥老 又或者是拿不到入大學的要求3 而死的 其實你也幫了很多人上大學 其實你怎麼看中文這件事呢 看會考 我同意現在文憑士 其實對學生來說是有距離的 但是我想回頭 和一開始的時候 我們提到一樣 其實學生的年代 跟我們以前真的差太遠 就是我們小時候真的沒有娛樂 我有時在課上也很喜歡把握課上的時間 或是課之前的時間 跟學生分享 就是我們以前真的會去圖書館 就是做什麼呢 太冷氣 就是家裡沒有什麼娛樂 又沒有消費 電話還未到現在上網 去到這麼高科技 隨時沒有無限Data 現在的學生已經無限Data 你想想很恐怖 但是我們那時候 你們怎麼會呢 普通電話打機 最多是這樣的功能 最多是這樣的 所以對我來說 坦白說就是 圖書館下午沒有工作 找地方看書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一出生到現在 我想像到 因為現在我姐姐生了一個女兒 我就很清楚了 一兩歲的時候 她已經很想碰電話發光 有趣的 然後就會iPad 打機 我想像到她的成長歷程大概就是這樣 當你很靜態執本書給她 她抗拒 書面語她抗拒 因為她是口語的 她跟社交媒體溝通 她都一定是用口語溝通 所以這個落差是大的 所以你問我 其實題目是否真的很難 我想所有考過A-level的人 你只要拿回讀過的中法 放下去現在整個 他們現在DSC在考的東西 我覺得不可同日而言 當然我們不要用這個對話 去責怪小朋友 因為小朋友會說我們 又不了解他們 又覺得 經常都用我們的年代來責騙他們 但是我覺得一定是有分別的 很老實說 程度上一定是有分別的 只是說一個很簡單的說話卷 他們現在考十分鐘討論 我們也是的 但是我們以前還有什麼 就是個人短講 哇 學生聽到很害怕 我說如果現在叫你們出去考 加上個人短講 學生的表現就真的是 世界級了 冰霸如山島 你想想你叫他們準備一條題目 給他們幾分鐘去準備 出來講幾分鐘 真是害怕到腳陣 學生怎麼能表達到自己 以前我的題目真的是千奇百趣 考評供可以出到什麼 《秦始皇的自白》 真的給你一條題目 十分鐘 preparation time 你出來講三分鐘 其實這個能力 以前的訓練是有價值的 你問我 我覺得這些訓練才有用 其實這些就是做事的訓練 所以這裏也是為了引誘 你知道我們現在教大學 其實可能有時候 哥哥姐姐上來 那些演講 presentation 和我們的批判性思考 都是有一點點落差 所以要靠你任重道遠 但是剛才也說了 現在公開試的所謂的死亡之卷 甚至有些學生為了避不考 然後就轉了第二個系統 直接避了他 但是你作為一個專攻中文科的老師 你怎樣去幫學生跨過那個障礙呢 一定要考的了 你不能避避了 但是怎樣去提升他們的能力 好 首先我覺得有件事很重要 要澄清就是 補習很多人都會標籤就是技巧 但我覺得這件事是需要 必要重要 但它不能有唯一的存在 這個概念一定要大家清楚 如果你想上課的時候 聽我說一個多小時 一個月就四個小時 四個多五個小時 然後你就學技巧 學完技巧之後 你考試的時候就成功了 我想是不可能的 這個不同的其他課 例如我舉個例子 如果我在教CAM 如果有這種題目 你按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就答案一定是對的 那它真是一個方法 來的 真是幫到你 很快地拿到答案 這個真是技巧 但是中文 我跟你說 這種入題方法會比較高分 問題就是 你會不會寫 你知道筆是否可以 因為 我教同一個方法 寫出來的時候 學生的文筆會有高低的 正常學生還在寫什麼 今天是星期天 我和爸爸慢慢去喝茶 我們不要這些 我們會教他們景色 有些同學 例如我舉個例子 第一句 我會用景色引入 有些人文筆很漂亮 但有些人會寫 太陽白白出來了 它還停留在一個小學 初中的層次上 雖然我也是那句 技巧是重要的 但不要只有技巧 要什麼呢 就是我們會給他們很多文 是要的 我可以印在筆記上 你可以不看 但有些同學真的很勤力 可能一個星期看完 但有些人會說 我織了很多筆記 我找不到 他會有這個怨言 但你如果想過幾個小時 然後回家 你又不看 不做 其實補習是害了你 我一定會這樣說 我不會在做這一行 就說 我們怎樣 你上我們一堂 突飛猛進 這樣其實沒有意思 我們不是補腳黨 不是去騙人 我們不是這樣 我們是希望他補習 補完之後要習 如果他不做這個動作 是沒有意思的 所以他一定要回家 把文章去看 消化 間底的詞語 下次再寫出來 我教了你一個詞語 叫針鋒相對 你要試一下寫出來 就手旁觀 你要試一下寫 就手旁觀 跟助事筆 你有沒有分別呢 大家都差不多意思 你不試一下寫 你腦裡不想一想 其實會害了你 即學以儲保 然後還要活化它 就是我們的金句 稍後回來 我們再分享一下 如何鼓勵同學 對中文要有一個 基本上有興趣 才有一個推動力 令他們讀得好 好啊 樂信感冒靈提提你 現時失愛氣溫 任陽知 新成電台 新受前天 更精彩 內人士 離灣仔 世界大學堂 主持 凌語一 葉詠詩 Jeffrey之前在這個節目 我也有分享過 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對於中文科和英文科 都特別有興趣 我想很大程度上 是因為老師 有沒有令我對這科有興趣 老師很關鍵 如果他自己都非常有熱心 他已經上了身了 有一個很澎湃的熱情 他告訴學生 這科有多有趣 而且也感受到我的兒子 學生就一定會自動播 今天我們的嘉賓 YY 是否都是用這個方法 鼓勵學生 對 我很喜歡這件事 因為我成長過程就是這樣 我覺得我比較幸運 如果人生要感恩 其實我寫過很多這些文章 中學的老師 大學的老師 其實都真的 在適當的學科裡面 對我有很大的啟發 以及另外也很有興趣 如果我遇到老師 是隨隨便便 他只是賺份量 我不會花時間下去 難聽說一句 數學科其實就是 我當初覺得 好像我也不太疼 也不會有興趣 好像死板 每天抄黑板 然後我們自己計 我沒有興趣 自然看不到動力 所以我現在去教學 我都跟學生說 每一堂我都拼命 我很想他們明白這件事 是有趣的 是你老師真的會 他真的喜歡 不是為了一份工作 在交戲 說好東西 不是這樣 其實這對力 也想起我想當年入行的時候 有些人說 你補習是邪道 但我說不是的 大哥 我來自一個教育世家 我們是喜歡教書 不過補習是一個平台 後來我回到大學教書 那些人就說我康復正軌 回到大學 我覺得其實 可能有時 在傳統體制的教育裏 也有很多老師是放棄的 但補習是有很多熱情的 不過可能 也是一個因緣 為什麼呢 如果你的數學老師 教得太好 可能現在你是補數學 明白 但我很同意 剛才說得很好 就是平台只是一個平台 究竟我們怎樣教 這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覺得有一件事是 是殘酷 是現實 亦都是人批評我們的地方 其中的原因是 我們是太弱流強 但就因為這個特質 所以留在道人 我相信沒有人會放棄 你放棄得很快就被淘汰 但正如剛才所說 如果是一個正軌的學校 其實真的有偷懶的語語和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個自由市場 就是有這個所謂的好處 最後也要問一下 YY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你當年也剛好 因為真的有人向你招手 也是剛好你喜歡的科 所以就入了行 也可以從事教學 但有沒有一些同學都會問你 中文科我真的很喜歡 阿Sir 但我也很害怕 將來選出來 我會找不到工作 應該有無數人問過你這個問題 你怎樣去跟他們說 我的答法都是很那句 我當時也沒有考慮過找不到工作 但我當時讀大學是三年 現在讀大學是四年 你怎知道四年後香港變成怎樣 我永遠都不知道 等於當時 每個人都說讀IT 二千年時候 讀完三年四年後 出來發現找不到工作 人才飽滿 現在大家知道這幾年的藥劑 已經很滿足 但出來又找不到工作 所以我們永遠都不知道 三四年後的政策是怎樣 坦白說 以現在的制度 四年後可能普通話更加重要 可能是和人溝通更加重要 可能是中國或華文的世界更加壯大 很難去說 無論大家什麼想法都好 立場是怎樣 理念是怎樣 我覺得始終都是 語言是一輩子 所以我跟學生說 你真的喜歡這件事 其實是的 例如我讀地理 除非我真的打算做教書 教地理 否則地理知識 和你將來人生在不同職業 學生可能是密切性不大 但讀完中文 你起碼是話口 你起碼寫到一首字 我覺得這件事是重要的 這也是我們所說的 讀大學 其實是讀思維 讀訓練 不要太過功利 讀什麼科 就是要做什麼 這裏也想說一個 趁這個機會 YY很好 他回到學校 想幫助同學生 除了在外面做藝文青 最近捐了獎學金回到學校 給了什麼同學生 就是讓中文科學學校 考得優異 我在中大成立獎學金 如果他們符合到一些條件 考得很優異 就會有面試 有獎學金 其實這也反過來說 對同學生來說 是一個鼓舞 我也覺得有一個好處 我也希望更加多人讀中文 否則我們就很激 你看到現在 可能有了社交媒體之後 以前我叫學生看報紙 我爸爸逼我看報紙 或者叫我看報紙 但現在我叫他們 不要看報紙 為什麼呢 因為文筆太差 如果拿到太多不好的 沙石那些 你就影響了 所以回歸看經典 可能一些小說 以前一些作家 我覺得可能是一個 提升語文的一個 很好的方向 趁專家在這裡 有請教一下 會不會覺得現在的中文水平 真的不可同日而語 好像以前我們考時的答案 這句話 坦白說真的差了很多很多 現在我們 我經常都上課說 現在你教他們一些簡單的詞語 可能你會以為中五中六應該懂 以前我們應該是中二三色 都不懂 上課很大的落差 其實我每年最心靈的震撼 就是暑奇火情 因為就會有些星中四的新面孔上來 我以前沒見過他們 中三暑假之後就會升中四 上課後 我每年都會問同一些問題 成語、句式 都會問 每年不認識的人 越來越多 所以很明顯 這個測試挺有趣 因為我們面對的群眾多 很明顯 所以證明了我們剛才所說 整個社交媒體的影響 學習環境 坦白說 今時的物質 就算香港人說到活得多慘 物質整體是富裕了 他們真的多了很多活動、消遣 就是這樣 其實這個不單止在中文的程度 我們現在可能在各大院校 你知道我經常都不跟他們說話 問他們很多都沒有什麼反應 最初以為他們不理睬你很酷 但其實原來很多一些基礎的東西 他們都未必拿捏得很好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有時候在中學教育 在你們的手上我覺得是很重要 幫助他們去平成 要把關 我很有興趣想知道有沒有些例子 譬如你跟同學說 你以為他們已經認識的 原來都沒有聽過 深一點 譬如我們說這個社會是光怪錄理 這個詞語就沒有人認識的了 基本上 我想你在中五、六講 我想有些人認識但不多 可能一班的班房間 我給他一個光怪 叫他幫我接觸兩個字 不是太多 然後我就說 形形色色很複雜 社會怎樣形容 不是很多人認識的 我們是不苛求的 我們真的教了這麼多年 這個詞語 我也不知道是否會選給他 因為用螢光不highlight 就好像是那件事很煞有介事 這個詞語很厲害 其實不是很厲害的 正常來說形容 可能你再問中三、四的議論紛紛 有些問題 我就會怕議論紛紛 現在我們經常都在說 沒有理由不說 譬如剛才說針鋒相對 袖手旁觀 其實都是簡單的字 你會發現 有時成語的好處 就是濃縮了意識 有氣勢很多 這個的確是 你開口真的覺得有修養 有墨水 但學生是有落差 肯定是有的 所以這一點 不可以只有一兩個角色去做這件事 例如是政府 家長 千萬不要把他去學其他東西 其實一個靜態的培養 對他的成長其實是重要的 就是閱讀 還有這裡最後一點想補充 你作為一個華人 中國人 其實一個中文真的很厲害 如果你連自己的語文 母語都拿捏不好的話 其實我告訴你 你在外國讀書 其實人們會笑你回頭 他會覺得為什麼你會寫一本逐末 為什麼會寫一本倒字 你不去打好你的基礎 不過 未來的世界就是怎樣 你會發現很多外國人 開始學好中文 對 反語 所以 中英語文 加上批判性思維 都是非常重要 所以各位同學 其實我們今天講 希望鼓勵大家 對於語文的訓練 和投資的時間 希望多一點 對 經常都說的 找自己最有興趣的切入位 一路轉進去 自自然 你的基礎會打得好些 甚至會走得更加遠 多謝威威分享 多謝 拜拜 聽財經 聽新城 新城財經台